哎呀这个雪已经堆的那个快两米高了 已经化掉了最高的时候达三米 因为昨天呃不是有下雨吧 然后又升温吧 现在七度都化掉了将近一米了 然后但是下个礼拜啊又要又要这个 下礼拜又要这个降温下雪 又要降温下雪 什么都往这挤啊 哎呀 然后我估计这个雪还要厚 这这这边一路的雪基本上都要 都要往上加个一米两米哎呀 哎呀然后是有点哭笑不得的事 我我接这单子吧 就是我前几天呃 看看我前面第几个视频 我我我自己都给忘了 说说我就是一路在聚聚单子嘛 这个中产馆也不去那个中产馆也不去 还要去去什么 商业区 什么学校我也不去啊 就是那个视频里面说聚这个单子 就是去这个这这这这边有学校的 这边有学校的 这其实是一个什么school 但是这个这不是school 这个是一个商业的 其实商业的大楼 我这个这个大楼印象还挺深 因为我头头上面 头上面几次 哎刚刚有一个人给我发条 感谢短信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说you guys are awesome really really appreciate you 哎呀 谢谢谢谢啊 我这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我就给你我就 我就在这跟你表现感谢吧 谢谢谢谢你 特意费费那个劲打 打打打那个感谢短信给我 啊 然后我就说那故事那故事呢 那是我刚开始在这做的 还没多久的时候 有可能地方不熟嘛 他这个门牌号码 这个这个这个大厦的门牌号码呀 哇塞 我在那里转了很多圈 我在那转转晕了 整个墨都转了 我都没找到那个号码 结果呢 那门牌号码呢 是在那个建筑建筑上面 建筑上面一个素体的啊 一个素体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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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数字 但是我那眼睛那个时候 眼睛大 我都没看见 哎 导致我第一次第一次送过去的时候 不知道不知道 我就我就在那我就我就很烦你知道吧 很焦虑 然后第二次呢 算是找到了 找到了 然后上去了 上去了应该是一家公司 一家公司那个女老总 我忘了大概是岁数了 四五十岁应该有了 女老总 女老总 然后 然后 还不 我我能看见他办公室 我我 但是我进不去 因为有有前台秘书 啊 然后我就放前台了 然后然后跟我跟我说 然后他正好出来 跟我说先 谢谢谢谢 哎呦 我说哇 这是女强人的那个形象吗 当然现在我忘记了他长什么样子 我 我是前几年有 送过那么一次以后 有一个印象 就送了两杯奶茶 是两杯奶茶吧 好像是 反正东西不多 啊 但是我那个时候也 找了后面有陆陆续续 陆陆续续也送过几次啊 当然以后我就没有没有去送过了 啊 特别去年开始我就没有没有去去送过了 那人多人人多人杂的地方 我就不爱去了 但是这一次这单我又没看见了 呵呵 我没看见我给接了 结果还是这个跑不跑都跑不掉 哎呀 呃 其实再往在往西边一点有一个那个政府大楼 不知道是不是政府大楼 反正是有一个东楼有个西楼 一个两 两个一个双子楼 但不是那么高 大概不到十层吧 不到十层 不到二十层 不到二十层 啊 一个双子楼 但是那个双子楼呢 有 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 他这个东楼啊 东楼全是单树 西楼啊全是双树 那那那你要看你送餐的是 是单树还是双树 你刚开始不知道啊 哇塞 你看一下 就找个电梯就进去吧 还一进去 不对 你这全是单树的 哎呀 然后又要下来 又要绕圈 到到到东楼或者到西楼去啊 然后要要要找这个 另外一个号码 哇塞 那那 那那 确确实 那个时候把我弄得都晕了菜了 哇 你这车牛逼我 是不是要是逆行啊 逆行 知不知道 哎 哎 这大姐真实 哎呀 这个就是美国的superhero 是吧 这个superboss 嗯 大boss 嗯 嗯 嗯 然后就就就送过去了 其实那里面还有 就就就就这个墨里面嘛 有一个什么 啊 这个叫拿骚墨 对 拿骚墨 还有叫拿骚墨嘛 就是在Lampton 东边一点点 叫拿骚墨 嗯 这里面 其实 我送过很多啊 送过BJ Club 是吧 Michael's Best Buy 这种Whole Food 这种Fourcher 是Via Seafood 什么玩意 没去过 啊 这个什么 这个 Cose Cose Plaza 是吧 Five Blow Catters 啊 这些基本上以前送人送送送餐都去过 只是我去年到现在我 我很少去这种公共场合 一是一是不愿意去公共场合 二是 二是不愿意去这些墨里面找人也很麻烦 东南西北很多门 你不知道它在哪哪个地方 啊 所以说 我就很少去 这是修的300 我今天去看看啊 今天我我我我上去看看这这个建筑大概是几层楼高的 这边最高的建筑也就是那个拿骚的那个医学院吧 啊 是吧 不是医学院就是 呃 你拿烧的那个是什么叫什么鬼啊 我草 我又忘了 这医院医院大概也就二三十成不到二十多成啊 啊 其实你看我视频了 嗯 呃 就就就如果是长岛的这个朋友的话 就应该就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建筑 啊 请 再稍微留留意一下 我应该都 都有拍到 有拍到 啊 只不过我 我路过的时候 我再说别的 嗯 有有有有有 今天今天哎 这是第几个视频啊 对对 第三个视频了啊 哎呀 嗯 又录太多了 我多录点视频 因为下礼拜呢 嘿 下雪 下雪 可能视频就录录的不太多啊 其实 下礼拜要去法拉盛 我可能会录录的更多一点 起码要录五六个视频啊 但是 但是不是这个不一定啊 不一定现在还没有 呃 这个方面的这个计划啊 哎呀 哎呀呀 又明天明天我看一下明天从几点钟又开始下去了哎呀烦死了 明天是 一直到晚上的 明早上七点 天天大亮 就开始下了 哇 下一整天 因为白天下雪应该不会展太后 但是呢 找个理由不干活吧 不就这样吧 平常又 又找不到理由 平常不干活 就有点那种 罪恶感是吧 现在下雪不干活 是不是感觉 感觉对自己感觉都好 好不少 我那个我 因为最近没有没有听我 我这个录的视频啊 我以为我这个话筒效果不是太好 嗯 嗯 然后我昨天我听到那么一小段 我觉得话筒声音还行 还是有一点效果的啊 这个就说明一下啊 就是没话找话 俗称没话找话 没话题找话题了 今天是 六号是吧 六号 礼拜六 正好 哎呀 为什么我一开车就开始打哈欠连连 其实这 这几天都没睡好 不知道为什么 早上我应该早点起来 但是最近早上都起不来 晚上也很晚睡 嗯 早饭要吃 我觉得应该我早饭没吃的原因 所以我这个作息要调整过来 不能太乱了 太乱了身体吃不消 身体吃不消就很麻烦 你说你华人 特别是很多华人 年纪大一点的 你都要 要转那个低收入 是吧 低收入有个好处就是 你看病有时候 不花钱嘛 是吧 你高收入你负担不起 所以说这个医疗 不对等哈 你福利和收入比例不对 你知道吧 嗯 这个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比例挂钩的 是不是啊 比如说你一个国家 税收就这么多 但是你一下子说 给一个国家 几亿人的福利 我觉得这也是很够呛的 超出能力范围之内了 我觉得就应该是 应该是按照比例来 是吧 你这个 你这个税收有多少啊 你就按多少比例 给福利 多少少也是给法 你一个人发100块钱也是给 是不是啊 但是你说一定要保证 每个人都能拿到1000块钱 这样的福利 1000块钱这种 什么那个低收入的这个这个金 金额啊什么 但是你的税收又不够 那你这个完全是在透支 你一个组织一个国家都这么透支的话 那 那这个东西就完全不是一个良好的生态 当然我说这个都比较大啊 这个轮不到我们说这个 就像我朋友朋友她 她媳妇说 说的一句经典名人名言 名人名言式的 一个臭 我看一下我现在要我把这句话给 给 给念出来 这个是这个是比较经典的名人名言 是个 这个原话式 你一个臭开车的 每天操那么多心干嘛 对对对 这就这话非常非常经典 知道吧 非常非常经典 就一个臭开车的操那么多心 但是我说的这个也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 你 你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一个集团 会出现这种收支不平衡的 出现这种赤字的 个人也是啊 个人也是会破产的呀 是不是啊 你像我 最近几年都是收支不平衡 一直一直是在破破产的边缘 哎 这个确实是给 就是给这个 就是 想想要 知道这些方面信息的人 确实是给 是有一定的谨慎作用的 人一定要做到收支平衡 平衡自己的欲望 平衡你的收入 有多少钱 你就买多少东西 你像我 我昨天前天就 我看到别人那个卖二手的锅 有一个铸铁锅 原价几百块 现在 呃 八十就卖 哇 我就特别想买 然后还有一个 呃 电子琴 呃 一个 一个电子琴 然后原价也是两百多 现在一百二也卖 哦 我就特别想买特别想买 哎呀 我就 但是这个我 我一没有时间去做饭 二没有时间去去去去 学 学这个 学这个电子琴 我买这个干什么呢 是吧 三呢 我这个这个他妈一下雪 都没有收入 我哪有余钱去去买这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是 这个这个是你的所求所得 要和你的欲望要匹配 你不匹配了 你就很难受了 所以我 我 我 我现在在这边 这种 这种消费的社会啊 生活 生活 这么几年 我就得出一个经典 得出一个 看法 一个看法 就是 就是一定要匹配 要不然的话 你的欲望无穷无尽的 无穷无尽的 所以说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自控能力 你没有自控能力 在这边很容易就 就会沉稳下去了 沉稳下去没有人救你 上帝都都救不了你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是一个一个骷髅头 啊 一个骷髅头 不能碰 不能碰 碰碰了你的欲望就完全完全收不住 什么都想买什么都都想那个 但是你没有能力赚大钱 是不是 你看那些富翁富豪的 那是有能力赚大钱的 但是他的欲望 就是 但就是说能够消费自己的欲望 你知道吧 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找到这个平衡 平衡感 是吧 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是很关键的 这每个人每个每个人每天每每时每刻都在修行 修行修行什么东西呢 就是修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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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这个这个平衡自己的欲望和这个这个能力 是吧 欲望多了 自己满足不了自己 那你就去学习 你就去赚钱 你就去提高自己 那欲望少了 是吧 对不对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达到一种平衡 我刚刚讲 我刚刚在刚开始 一开始讲的那 那种大厦 就是这个金色的金色玻璃 你看那个玻璃颜色 你就知道这个风格 应该是在八九十年代 或者七八十年代的那种 那个大楼的风格 那个时候大楼的风格 包括玻璃 褐色的那种玻璃 这种很明显的标志 它不像现代的 现代都是那种蓝色的那种玻璃 非常透亮的玻璃 现在你看这种金色的 或者褐色的玻璃 都是八十年代建的 应该是 我猜测 我说的不一定对 不一定对 我现在是要过去从那个路口 我让你们看一下 哦 已经看不到了吗 对 这写的一个 写这个3601 我之前呢 是 是看 是 是 什么呢 我现在把这个东西 把摄像头给移过去 有 有没有看到这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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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